一人诸葛亮重出江湖成为话题 不过呢他换了个造型 很多人觉得不太对劲 在高雄县这位男子叫黄宝顺 人称小诸葛亮 他保留了这个诸葛亮原汁原味的马桶盖头 连走路跟讲话几乎都一模一样 白彬彬的评语是 他比诸葛亮还要诸葛亮 诶诸葛亮不是换造型了吗 怎么又出现这熟悉的马桶盖头加墨镜 来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爹的 来 今天这个节目非常精彩 要来为你们两中介绍之位 来 听王之心 来 拍拍欢迎起来 他是人称小诸葛亮的黄宝顺 走路外八字 双手晃来晃去 就连讲话声音都和诸葛亮一模一样 小诸葛亮 这样也算下午五五十六十六 这时间都哭了 都哭起到这样 白泡泡又咪咪 黄宝顺最近和白彬彬和拍广告 和诸葛亮私交很好的白彬彬说 黄宝顺比诸葛亮还像诸葛亮 就连谢金燕都曾把他误认前妻爸爸 一些资深的艺人 一看到我都说 我比诸葛亮还像诸葛亮 每个人都吓到 谢金燕从后面来 一直叫爸爸 我不好意思回答他 然后他就来拍我肩膀 我叫你都没有听到 我拍摄你把他在那里面 我就很尴尬 黄宝顺25岁就出道模仿 诸葛亮当时光靠模仿一个月就赚尽200万 还受邀到新加坡 他说他真的很期待 看到偶像诸葛亮重拾主持棒 周天新闻黄洋鸣包经营 高雄报道